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福特级是目前世界公认的最强航母,这级航母满载排水量超过了11万2000吨,是名副其实的超级航母。 随着美国在去年7月份正式服役福特号航母,美国的航空母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。 单从各项数据来看,福特级相较尼米兹级的作诈效能,提高了30%以上,维护需求降低了一倍以上,但是价格却高得惊人。 首舰福特号的造价,远超129亿美元的预算,即使这样,美国日前再次爆出消息,要同时再建两艘福特级航空母舰。 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,美国海军为了在2030年之前,完成355舰队计划,目前正寻求船厂同时接受两艘航母的单子,意图以一单两舰的方式,尽可能的收缩成本。 据悉,美国为了保证全球控制而制定的355舰队计划意图,在2030年之前,将舰队规模扩充到355艘军舰,同时将老一代的舰船全部替化成最新的军舰。 这个计划在美国各界均有支持,很大程度上,355舰队计划,甚至成为了美国政治界的政治正确。 按照355计划,美国需要保证拥有12艘航空母舰和12艘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。 为了达到多重威慑能力,美国需要组建完整的航空母舰战斗群。 福特级就是整个航空母舰的战斗核心。 福特级作为世界第一的航空母舰自然有其流点,在此与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比较便知。 第一,福特级采用了新型动力系统,福特级采用了两台新型的A1B型压水堆。 相比尼米兹使用的A4W反应堆自动化成功更高,相关的维护和操作人员减少了50%以上,而发电量却是A4W的三倍。 除此之外,福特级还采用了区域配电系统,可以在战斗状态下利用计算机自动分配电压和电量,达到合理利用减少损耗和失误的目的。 第二,福特级采用了电磁弹射系统和先进阻拦系统。 电磁弹射相比蒸汽弹射,不仅使得弹射速度和弹射负载变高,所消耗的也仅仅是电力。 蒸汽弹射所需要消耗的人力和淡水以及设备老化的问题,在电磁弹射上都能得到有效解决。 第三,福特级将舰岛后移,并在舰岛上安装了大型有源相控制雷达,并采用开放式的架构,这样不仅提高了甲板的利用效率,又提高了起飞降落的安全性,使得福特级航母更具有实战能力。 不过这些新技术新设计实际建造的过程中,发现的最大的问题,就是根本无法遏制的经费增长。 早起计划福特级的造价约为100亿美元,后来增加到129亿美元,依旧没能收住。 相比之下,米米兹级航母的造价仅为45亿美元,所以这次美国采购两艘福特级航母,不知道国会山的老爷们的腰包还足不足够。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打响,估计这些财团们相比航母更关心的,应该是自己的腰包吧。 历任尊重内容,从尊重作者开始,转载,合作请思,请联系我们。